大家好 我是小林 点赞订阅 小林才见到 每天 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虎报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最近我们是 沉迷于经济分析 不能自拔 一个劲的在搞经济问题 但是我觉得 偶尔我们要跳出 这个框框 不要整天就盯着那几个指标 盯着几个数据 闭门造车 目前分析经济问题 你真正的八斤搞投资 不要闭门造车 有的人说经济政策 政治 聊什么政治 不是 你真的搞投资 你要评估 我们偶尔要张开眼睛 看看 你不要像以前的读书人 两耳不闻窗外 是一心只读圣贤 说的 那肯定不行 以前是搞八股文 所以偶尔 我们要看看社会问题 看看民生问题 看看老百姓现在生活过了怎么样 评估一个社会的人权状况 你不要以为这个跟搞投资没关系 评估一个社会的人权状况 跟你润不润 是不是 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哎 臭巧 今天一个事情 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 火了 人民群众 网友们 吃瓜群众们 又是广泛关注 又是热烈讨论 就是说这个啥事情 现在就重庆啊 重庆出人命了 搞出人命来了 啥事情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介绍 有的有的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说出情况 然后我分析分析 说出我的看法 很多网友非常激动 现在现在啥情况下 就是5月30号傍晚 5月30号傍晚 就昨天 昨天傍晚 然后今天就是广泛传播了 就这个重庆 北 这个制度培吧 北培区 一个还是背 也不知道 一交警呢 反而 在处理交通违规时 开枪打死一拦子 打死一拦子 引起了围观群众 这个交警呢 处理交通违章 不是啥大违章 引发了围观群众 愤怒 自发围堵警车 哇 搞大了 在群众性事件 不让肇事警察离开 警方通报 说这个当事人袭警 你袭家袭警 警察是自卫 就这么个事情 但网友并不认同 这个要看墙外的网友 还是墙内的网友 认为现场当地群众愤怒 说明的问题 开枪警察恐涉嫌过度执法 当然这个是墙外的新闻 据当地媒体报道 5月30号 18时50分吃完饭 差不多应该 龙溪路港大电动城 门口发生一起纠纷 北一培 哎呦我不知道咱怎么读了 大家提到时候留言告诉我 公安局 民警接警后 赶到现场处置处置人 当事人翁某 49岁了 这年龄蛮大的了 反正我看到他妻子是抓住他 对民警处理不满 应该来讲年龄不小 与妻子陈某 两个人袭击民检 那这这这这这 呵 民检遂使用枪支啊 将翁某击伤啊 嗯 经过医学抢救 无效死亡啊 目前检查机关已经进入啊 在至现场群众反应 我看了很多视频啊 流一滩血啊 早都不行了 那男的早都不行了啊 倒在地上早都没有心跳了 但是反正救护车 假摩脚是来到 就还是急救一下啊 我不知道他打了什么部位 不知道打了什么部位啊 没我心跳死了 一个女士就就在现场附近的拍摄的视频 解释了视频的经过啊 案件的经过 我们对面卖摩托车的 那里出了交通事故 交进来检查发生了口诀 那个人好像是我这 我看他他应该是开个小摩托 还是开开个 我不知道重庆给不给开开个电瓶车吧 应该很小的一个事情啊 最近的妈疯了墙内到处乱执法啊 我见到很多什么开开个电瓶车 哦没有是我见到有个美女啊 这个开个电瓶车啊 带耳机啊 带耳机啊 带耳机 说他带耳机他妈扣20块啊 就扣下来就罚钱 现在地方政府都没钱 就是那个房地产房地产的事情 现在地方政府穷疯了都啊 谁便罚哎 得住什么罚什么 有时候大的你也我大家都想罚大的 现在没大的都剩一群苍蝇了啊 你苍蝇你吃不吃不吃拉倒 所以现在最近啊一个劲的在 一般的电瓶车也在抓20块也在做 所以到到处抓人 然后随随便抓呗 你说我带个耳机 你不知道我我可能听你有问题 我我带个助听器啊 你怎么知道是耳机对不对啊 所以这 警察打死人了啊 出现这个情况要看到这个女子啊 死者的妻子跪地痛哭 一只手死死拉着开枪交紧的皮带啊 不让肇事警察逃走啊 死者躺在路边一动不动 救护人员在救治啊 肇事警察被死者妻子拉住衣服扯开了 我看到啊露出肚皮啊 这已经是扯开了啊 然后警察可能也比较茫然嘛 他也一脸茫然 他他知道他他走也不是什么都不是吧 反正就就愣在那啊 但是手呢拿着个枪啊 手的摁在那个那个边上 我看到视频是这样啊 警察大开枪打死人 然后很多人就在呐喊啊 然后又登上微博热搜啊 大陆网友不相信官方说吧 我看大陆网友啊 现在基本上都洗版了啊 你看大陆网上基本上是全部是一面倒的啦 警察怎么知道呢 电光火石当中 哎呦 香港啊 香港当年你想想 香港当年电光火石当中 哎 啊你怎么判断的了呢 怎么知道是不是洗警呢 反正有一点点小动作啊 我们先先把枪再说 管他三七二十一啊 也有的人说交警啊 怎么有枪呢 其实交警在编制里面 没有说交警跟刑警不一样的 都是编制类的 只要不是说副警啊 或者什么的 编制类警察都有配枪 都有配枪一样的啊 整个交警他也是全称 呃他也是公安局 所以都一样的啊 这交警就配枪很正常 很正常啊 但里面很多有些是只有一发子弹 很简简单的枪啊 最近都有或者只能打一枪 或者打两枪啊 很简单的是小手枪 其实过去这几年 把公安局的枪支削弱的 其实恰恰就细胞质 因为细胞质怕那个警察造反啊 当时啊 打那个什么周永康啊 打打打傅政华啊 他们政法委嘛 所以就是啊 就把公安局削弱了 其实把就整个公安局的配枪削弱 其实是细胞质啊 那配枪不奇怪啊 但是就 就这个情况我说说我的看了 我觉得这个警察吧 他应该也不是特意想打死的人啊 他但是呢 他哎呦他不知道神经病啊 有的嘛 只有基层的民警 他也是工作压力也是蛮大的了 啊 就比较紧张啊 一时一时 就半会就 就拔枪就就射了 啊 这里面 也没有那么简单 他就就能能够走虎的啊 其实肯定他他就开枪了 那当时他他就怕啊 或者怎么样 肯定也有点口诀 你说他也他也不是说一面倒的啊 这个警察就就按着这个人人就打他一枪 应该双方是有一点推赏 有一点口诀啊 这个是事实 然后这个警察呢 他过度死法还是港港的了 肯定就过度了啊 因为你看到网上有时候有些人打警察呀 或者说 呃 很多时候那个警察他都没有拔枪的 很多时候都没有拔枪的 啊 被人就就的就的要死 有时候的他也不拔枪的 所以就就是 你说这个是不是过度绝对的过度了 啊 他当时估计也没距离太近 或者没啥经验的 臭巧可能打中了一些关键部位 打中了心脏啊 或者说打打了 你说其他器官应该不会死 我看那男的已经定在那了 我估计他可能打到心脏 还是啥玩意儿 可能也是要害吧 啊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如果是打打到其他就飞 或者说就紧急之后 但是我看到他也打出血啊 反正他他也贪过去了 可能也是也不知道他打了哪里啊 反正这个男很快就死了 那那个女的抓住他嘛 这样吧 就我觉得这个这个大家关心的很 很好的一个事情啊 但是 怎么处置这个警察呢 就关系到我们现在看这个中国啊 你看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 还有这个究竟呢 后面你看他这个社会是怎么管你的 我们不妨关注这个事情后面怎么管 怎么去处理这个警察 但是就我个人啊 我比较悲观 我比较悲观 就香港啊 那些警察到现在都没有处理啊 还能把李家超啊 这这这两天不是赵建李家超 就换成这个香港特首 把邓炳强李家超 你说追究了吗 香港都不追究 你还想追究大陆 嘿 我觉得而且他他明确了 只要这个官方公告 说这个是袭警 这个对于这个警察来讲 他就高不到哪里去 最多最多就是说 把他把他开除党籍开开除个职位 啊要调离马上停职 或者调调离岗岗位 不会给他入行啊 我知道大家想怎么样 就对这个警察入行啊 有没有什么罪啊 过度执法罪或过失杀人罪 现在就死人了 他只能是过过失杀人了 对吧 他也应该也 也挣个八斤来算 也算不上故意杀人 算过过失杀人 对吧 和过度执 也不知道有什么罪了啊 那就就就这个情况 我觉得以现在大陆的这个氛围啊 你想给他定个很高的罪 我觉得比较渺茫 我觉得比较渺茫 啊 不要就是给给我说了 给点阳光就灿烂啊 最近几天啊 这个上海解封了啊 或者说啊 没把你们关死了啊 或者说股市稍微反弹一下下 哎呦你的妈就就好了 伤疤忘了疼 我见很多人是这样的 确实也是这样啊 我就是我都没的脾气 确实是这样 当时很多人就说了 你看啊 上海一解封 我保证他们感谢党 感谢政府 我就没有脾气 我就没有脾气 真的 马上就忘了 三天两头给他出个小区 给他去个超市他妈的 他啥都忘了 他不知道 就是马上过去了 哎 这个他有的人 他反正认不了 他怎样 反正开了就开了 解封了就解封了 是吧 但是你要不要忘了 这个中国民情秩序 中国的这个这个现在这个行政风格 就是细胞质的行政风格 我觉得要给这个警察扣很很高的罪名 我觉得很难 很难 直接就掉掉掉一掉 哎呀 你说这个打打警察 他这个打死人 唉 孙春兰害死更多人了 这只是 哎呦 这个这个感觉开枪打死人了 对吧 你看啊 孙春兰害死人多不多不多啊 计划生育害死人多不多啊 计划生育害死多少婴儿了 啊 啊 对吧 这个经济过不去多少人跳楼啊 哎 所以这 哎 都是这样啊 啊 什么不是啊 这个警察打死人不行啊 这个 我比较悲观 反正我们看吧 啊 啊 我觉得就就今天这个中国这个屌样啊 啊 我就看不到看不到一些 一点希望里 你说按你来讲啊 你该这个挣了八斤的西方的一个文明 一个一个宪政来讲啊 啊 肯定这个警察肯定是受到刑罚处分的 肯定是要坐牢的啊 你坐多久或者说能不能得到家属量渴啊 啊 那那是因为另外一回事 肯定是要坐牢的啊 按按按按按理来讲啊 但是就我比较悲观 我我们就看如果这个这个警察到时候也很多啊 到时候当当初那个天津大爆炸啊 好多年前呢 一个炸炸炸死多少人呢 整个码头他妈都不是楼全部炸了 后来好像掉去武汉呢 要搞这个武汉疫情呢 好像就说那个官员 哎呦 所以就不要怕带着太大希望啊 就就这个事情 如果被我讲中 那在大陆就这样了啊 如果能够重判 那当然相对还好一点 但是大家可以讨论啊 再留言去 我不抱太大希望 先说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来留言分享 拜拜